今天咱们复刻一个关小童同款的美味早餐 听说她在工作的时候经常吃这个来保持身材 不仅膳食纤维丰富,营养也丰富 主要是热量低,还省时间 先取一个闷烧杯,放两勺银耳 燕麦片35克,放这个闷烧杯里边 放山药50克,这是我提前煮好的 加入开水,要滚烫的开水哈 盖好盖子,这样让它闷烧一个小时 我现在去洗漱了 哦对了哈,因为我这里边放了那个银耳 所以需要闷烧一个小时 如果你要不放银耳锅麦片的话 闷烧10分钟就可以了 收拾好了,时间还差10分钟 那我就跟你们说一下 我这次出来带的是什么麦片吧 我带的是这个阴山优麦的这个纯燕麦片 它产自这个乌兰茶布,一年只生产这一季 外边是这个香妆的 里边是这样一个一个的小包装 携带特别方便,麦片麦香特别浓郁 而且营养价值也特别高 就是吃的时候也很简单 只要用开水直接冲泡 然后慢个5分钟就可以吃了 或者拿它直接拌酸奶 也是可以化开的 口感特别好 这个还特别适合 三餐饮食不规定 饮食缺少甚至纤维 抬得不痛快 想管理身材 可以三餐把它换成主食 好了,我们的麦片闷烧的时间 已经到一个小时了 看是不是感觉很好 你说我这出门在外啥也没带 只能用我这个酸奶盒子来装一下 因为接下来我们还有料要放 放上一罐牛奶 放上一点小桂花 放几颗枸杞 好的 这个美味早餐就做好啦 想让身材好的姐妹 赶快坐起来吧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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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